欢迎大家来到凤凰娱乐的春晚专访间 那现在来到我们春晚的就是黄继凯 欢迎黄继凯 你好你好 今年是第五次上春晚的连续五年 所以今年这个春晚的舞台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看你跟大家分享 今年春晚的舞台感觉会更加有高科技的感觉 所以整个舞台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的自己的节目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我们的节目是那种比较温暖的 就是它是一个爱情的延续 所以是一个很有温度的节目 也适合非常适合在大年三十 跟大家就是跟家人在一块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在2020年再回顾自己的19年 有没有哪些新闻 关于自己的新闻 有没有是你看到之后觉得很好笑的 可以笑出声的那种 其实我这个人蛮健忘的 就可能之前那我都忘了 好带的 就是最近的话就是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穿的那个裤子是假胆件嘛 对对对对 就那个你觉得还挺好笑的 对 但那个其实就是一条裤子它的设计 是是是它是一条裤子 对对对对 大家都对于这些细节非常的在意 好 包括说刚才我们一讲到说这个开车 粉丝们都很想来预定你车上的这个位置 对于大家都想坐你的车 你有什么想回应他们的 就不可能啊 哈哈哈 直接给否了不可能 那2020年有没有给自己许一些什么样的心愿 呃其实没有写什么特别的心愿 因为感觉每次写这种心愿都不太容易实现 这样所以就写了一些非常正常的 就是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也希望大家都一切都好这样 嗯 对 那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都很关注 19年开了这个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那2020年又会有哪一些工作上面的惊喜 或者是作品上面的惊喜 要带给大家 很透露的 2010的话应该会 呃首先是七的九应该会跟大家见面嘛 嗯 然后呢 音乐上也会发新歌这样 对 然后 也会 应该影视上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项目 对 所以就是2010年我们也期待一下 属于王俊凯的不一样的2010 会更充实 会更加充实 那19年对于你来说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回忆 或者是用一些词来形容自己的19年的话 19年的话 就是难忘嘛 就是 首先就是因为开了第一场演唱会 嗯 对 就是一个很深的烙印这样 其实在这个春节期间哈 武汉的这个肺炎 其实有很多医务人员 就去寸登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一线 嗯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呃医护人员 我们也希望王俊凯也跟大家送一些住宿 然后跟他们说说话 嗯 其实就是非常辛苦的医务人员嘛 所以因为他们是坚守在第一线的 对 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平安 谢谢 谢谢王俊凯的祝福 那 今年我们再次的看到了王俊凯的身影还在春晚上面 然后我们也希望明年一样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凤凰网娱乐的春晚直播间 可以看到王俊凯的身影 那再次祝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